这次定期位很多议员 不止本席之外还有其他议员 都是为了调阅一些相关的资料 了解我们消化研究院县政府的一些 咨询政策以及咨询情况 来做这次的一个咨询内容 但是这次调阅任何的资料 县政府不是拖就是不给 很多的一些议案跟一些议题 都没办法去做发挥 因为对于县政府不是就 关于一些相关一些地方建设 或者地方的一些相关权益 或者一些相关意见做推行 反而是针对他们一些不对的地方 或者是做不足的地方做一些咨询 希望他们快速去做一个更正 但是很多的资料没办法去凑集 我们没办法去做咨询 刚刚市里面6500万一个追加 但是他1亿4千万的一些经费的一些概算 以及核定的一些案名 或者工程案名或者是我们的经费 都没办法提供给我们议员 让我们议员能够在议会电场上 了解欢迎县政府为了人民做了什么 也让议员能够有监督的职责 了解县府对地方的一些相关建设 也让议员有监督以及呼吁推进 更为进步或者是督促 欢迎县政府做更好的地方 在此也希望欢迎县政府你们要加油 不要让府会越来越不和谐 议长因为相关的一些资料 县政府都没有办法给予 所以说我的时间保留 那在这里再次提醒县政府各局处 有关议员所提的相关资料及数据 以及报告应尽数提供 以作为议员咨询以及审议预算的重要参考 那么欢迎议员咨询